好的电影 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小明的媳妇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50美分的灵魂 梦露人生 这部电影是K新人只看奥斯卡推荐的 么么哒 上帝从来没有给过梦露一个板 1926年她孤身一人来到世上 1962年又行之影单的回归尘土 弥留之际没有亲人没有爱人 从此之后 她只存在于人们零碎的记忆和推测之中 她的传奇一生成了无法完整拼凑的画作 《玛丽莲梦露》的原名叫诺马俭 生父不明 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小时候的诺马就像一个包裹 在不同的寄养家庭间转来转去 充满冷眼和欺辱的童年 让她坚强而富有弹性 也增加了她的不安全感和孤独 诺马加入20世纪福克斯店公司之前 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杂志封面女郎 照片中的她眸光流转 大方展露着青春的身体和温暖的微笑 她喜欢站在镜头前的感觉 喜欢摄影师将她的美丽收录 冲喜并扩印 最重要的是 在这份工作中 她能感觉到自己受认可 得需要 诺马知道 美丽是自己最大的筹码 同时她也知道 模特不是她事业的天花板 走上银屏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 才是她的终极梦想 为这她一直等待着 用自己的筹码 换取更大的入场券 就在1946年 诺马得益于 十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星探 本莱恩见面 莱恩被诺马的美貌惊艳到了 并认为她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可以胜任很多角色 只是要成为大明星的话 诺马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通了 因为诺马有着20世纪百老汇 当红明星玛丽莲米勒的气质 莱恩便提议改名为玛丽莲 后来又沿用了诺马外祖母的姓识 孟露 于是 玛丽莲孟露就这样诞生了 她相信这个带有两个M的名字 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然而事实是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温不火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灵魂人物 达瑞尔·詹努克 对模特出身的她嗤之以鼻 早期她给孟露安排的都是卖弄风骚 或者没脑子的金发女郎一类角色 尽管在公司里不受重视 但孟露相信自己绝非尺中之物 而且她要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路子 孟露非常了解自己身体的优缺点 她严格控制饮食 积极健身锻炼 她知道如何穿着 配色 化妆 微笑 走路 她要最大程度展现自己的美丽 对人体生理解剖学有研究的她 曾经还出过一本 关于自己的讲话方式和走路姿势的书 1953年电影《飞扑于潮》中 孟露把玛丽莲步伐应用到一个少妇角色上 腰枝清白 翘腾微扭 纤细的小腿 迈开性感的步伐 虽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但她的收放自如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丽是敲门砖 但并非通行症 在表演上 孟露并不是老天赏饭吃的那类人 刚踏入演艺圈的她 既没有表演经验 也没有表演天赋 讲话口吃 动作生硬 为此她跟着表演老师 学了六年的舞蹈 声乐和剑术 平时还坚持锻炼 纠正形体 她告诉别人 自己这么努力 是为了机会来敲门时 她能把握住 好莱坞是一个讲机遇的地方 虽然孟露天生励志 独具风情 但没有背景的她 也不过和其他在好莱坞 打拼的年轻女孩一样 要不惜一切代价 去争取一张 可能通向成功的门票 所以为了资源和角色 孟露也接受了圈内共识 潜规则 但她不像其他人 遮遮掩掩 她说 人人都这么做 就算你不做 也会有别人去做 她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 她实在不想只做个 卖弄美貌的花瓶 然而当她终于在荧幕上 出路头角的时候 1949年的裸体旧照 掀起大浪 挡住了她正在顺风行驶的事业翻船 一张红色的天鹅绒上 孟露一丝不挂 摆出遮掩又放纵的姿势 这是在她还 明不见经传的时候拍摄的 面对丑闻 有人劝她赶紧撇清 但孟露知道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她最终选择大方承认 一个身无分文来城市打拼的女孩 在穷途末路之际拍几张裸照 换几餐宝时 有什么可指摘的 事实证明 这是一次漂亮的危机公关 那之后 孟露成了为未来而努力奋斗的穷姑娘的形象代言人 煞世间 稀粉无数 片约接踵而来 她甚至成为好莱坞性爱革命的先驱之一 那些照片被刚创立的花花公子 刊登在杂志封面上 赚得盆满钵满 1953年至1955年这两年 孟露迎来了第一个事业高峰 她的成名作是《院驾金归序》 和《绅士爱美人》 肩负着许多目光和期望 压力也随之而来 孟露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她要求自己事事完美 有时甚至涂个口红 梳个头发 也要花上一两个小时 好在这时 她遇上了一个对她嘘寒问暖 体贴如微的男人 乔·迪玛吉奥 乔是美国优秀的棒球运动员 1941年她在56场比赛中连续获胜 孟露和乔相互吸引 是因为两人相似的背景 他们出身贫穷 都是靠着不懈奋斗 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陷入恋爱后 孟露每天都沉浸在甜蜜中 眼神里始终充满柔情 笑容也更加纯粹 乔也很喜欢孟露 她憧憬着与孟露 一起组建家庭的未来 作为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 她希望孟露能够把精力都放在家庭 而非在镜头前扫手弄姿 婚后的孟露确实在作风上 收敛许多 还为丈夫学起烹饪 然而鄙视的孟露 毕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她贪恋着受人瞩目的感觉 她在事业上的追求 注定两人不会携手太远 彻底给这段婚姻画上句号的 是拍摄七年之养的那个 著名夜晚 孟露身着白裙 站在地铁口 一半娇羞 一半撩拨地 押住被风掀起的裙摆 现场被许多人围观 并且大部分是男人 在他们的尖叫声 欢呼声中 孟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而乔却气愤地离去 两人最终已离婚收场 婚姻破裂之后 孟露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只是她愈发想要摆脱 性感的标签了 然而电影公司 还是一如既往地 让她出演风流女子 或者拜金女 与此同时 尽管孟露此时已是 只手可热的明星 但她还领着 与自身商业价值 极其不相符的片酬 有时连配角的收入 都比她高 作为抗议 1954年底 孟露与20世纪 福克斯电影公司解约 在摄影师好友 格林的建议下 1955年 孟露在纽约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之所以选择纽约 还因为孟露 喜欢那里的学习氛围 高中辍学的她 一直很后悔 没能好好学习 孟露最大的心愿 是成为一个严肃的电影演员 于是她找到了李 李是著名的 演员工作室的创始人 她门下的学生 包括马龙·白兰杜 保罗·纽曼等电影明星 尽管孟露当时 李是红透奔边天的明星 但她还是谦逊地 将自己归零 和其他年轻的后辈 一起求学 李不仅是一位演技培训师 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 他的教学激烈而极端 他想帮助演员 锻造出最纯粹的演技 李的表演理论 主要是感觉记忆和悲剧自我 前者是动用各种感官 去仔细地体验角色心理 后者只通过回忆过去 激起真实情绪 接着转化到 类似演出情境中 在李的调教下 孟露克服了以前 口吃 怯场和做作的毛病 同时在所谓的 找回悲剧自我下 她不得不直面那些 来自童年的心魔 那些幼年被抛弃 被欺负 被性侵后 又被安排结婚的过去 折服一段时间之后 孟露开始反击旧东家 她披露了电影公司 此前的种种欺诈 获于公众压力 福克斯重新和孟露 签订了合约 1956年上映的巴士战 是她重返福克斯的 第一部电影 她将在演员工作室 学到的技巧 应用在了这部电影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后 《时代》杂志将孟露 选为封面人物 肯定了她的演技 并称赞她是个天才 同样是在这一年 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和对知识分子的倾慕 刚过完30岁生日的孟露 嫁给了普利策奖获奖者 亚瑟米勒 对孟露来说 这个比她大12岁的男人 是父亲般的存在 她不可遏制地爱着她 企图躲在她的羽翼下 寻求理解和安慰 哪怕在当时白色恐怖的背景下 米勒被指控为 反美国的共产党员 孟露依旧义无反顾地 站在她身边 两人度过的那段 平静安宁的日子 也是孟露人生中 难能可贵的 极温馨又甜蜜的幸福时光 其中 由比利怀德指导的 热情似火找过孟露 孟露已不想再吹烟傻妞 一口回绝 但真正的原因 是她怀孕了 从小孤独的她 此时无比希望 自己能有一个孩子 然而米勒却认为 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后来的事实 证明了米勒的眼光 这部电影成为了 孟露反响最好的一部 并且拿下劳斯卡奖 在丈夫的肯定下 孟露决定出演 但因为早晕反应 孟露的拍摄进展缓慢 她几乎每天迟到 剧组人员开始对她有意见 对手的演员也吃尽苦头 此外 孟露经常与剧组发生争执 她坚持用力 教会她的表演方法 进入角色 总是随时想体验 潜意识里自己的感受 米勒对妻子的做法 颇有微词 她认为妻子后来 不稳定的精神 源于这种精神分析师的 演绎手法 让夫妻俩产生间隙 的是米勒日记中的一句话 她说 孟露是个笑话 是个想得到大家重视的小孩 这个评价 让孟露长期依赖的幸福 瞬间土崩瓦解 她知道米勒轻视她 这与她想要的 百分百的关注 背道而驰 更打击人的是 由于长期经常使用药物 来维持拍戏状态 孟露三番两次的流产 此后的她 深深依赖上饮品 终日游走于恐惧和倦怠之中 加上频繁地使用精神分析方法 她一直遭受着精神折磨 她和米勒 常常爆发激烈争吵 感情无法维系的两人 最终在不和十一的人 拍摄完成后离婚 不和十一的人 是米勒为她量身打造的电影 也是孟露生前最后一部 完整拍摄的影片 拍摄不和十一的人时 导演约翰因赌博而导致整个剧组陷入瘫痪 电影不得不停拍三周 但是这个锅却甩给了孟露 说孟露生病了 不得不停止拍摄 生活和工作的不顺 使孟露每况愈下 她不停地看心理医生 甚至一度被送进精神疗养院 1960年 孟露搬回洛杉矶 继续接受心理医生治疗 然而状况始终没有明显的好转 于是她又开始工作 试图麻痹自己 1962年 孟露最后一部电影 双凤起源开拍 尽管她很努力地投入 但是效果奇差无比 与此同时 福克斯的另一部电影 埃及艳后 随着拍摄推进 预算报表 为了不让这部大制作影片打水漂 公司要求双凤起源 必须给埃及艳后让位 这就使得主演埃及艳后的泰勒 片酬高达百万 而孟露的片酬只有几千 不满片酬的孟露 谎称感冒 擅自离开片场 来到麦迪逊公园广场 她想企图利用这次机会 让权力最高者成为自己 后半辈子最强有力的保护 台上的孟露性感撩拨 用尽全力 展现自己的美丽和性感 然而这次人生冒险 不过是一场飞蛾扑火 除此之外 因为缺席拍摄 孟露遭到了福克斯的起诉和解雇 她被贴上了戏霸的标签 但孟露向来不是个甘愿向命运低头的人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 她仍然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在给好朋友李的信中 她这样写道 我的律师正计划为我组建一个独立电影公司 我们为你准备了重要的职位 然而这一切都在1962年8月5日 那个凌晨戛然而止了 或许那个被遗弃的童年 是她的故事开头 也冥冥中暗示了故事的结局 孟露最大的成就 就是演好了那个性感巨星 玛丽莲梦露 但那不是她 那个倔强又终身渴求安全感的女孩 诺马俭 才是她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